刚刚我们已经念了今天我们要试想的经文 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假如诸位能够打开你们的节目单里面的大纲的话 经文也定印在这个大纲里面 如果你愿意打开圣经,是更好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到十五节 打开圣经之后,我们就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你的恩典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丰富 何等的奇妙,何等的超越 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向你献上敬拜的时候 我们真的恳求你 愿纳我们这个前进的心 也包括在这段一起思考你话语的时刻 你的敬前的心 敬前的心 继续地持守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按着向你的前进来读你的话语 按着向你的敬拜来读你的话语 我们也就求你用你的话语来继续教导我们这群熟里的儿女 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 尤其是在这个世代的当中 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真神 我们也认定你把你的真理 借着圣经赐给了我们 让我们可以有所依循 主啊,让我们每次在聚会当中 在崇拜的里面 思考你话语的时候 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动工 开启我们的眼睛 开启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来明白你的旨意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不但赐下你的话语 你也赐下你的帮助 来教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也愿意按着你的心意而行 提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我们都知道 哥伦多后书前书都是保罗所写的 但是保罗他在神面前服侍的时候 不是一个人 他不是跑单帮的 他不是单枪匹马 他乃是有一个团队在跟着他 今天这段圣经 一开始的经文 这两个字就提醒我们 他说 我们 他说我们 既然蒙了怜悯 受了职分 就不丧胆 所以他不是说到自己一个人 他乃是说到他的这个团队 他有一群团队 他有一群服侍的团队 这个团队在支持他 这个团队在配合他 他也是这团队的一份子 一同的在担负神所给他们的职分 那这个团队我们知道 有提摩泰 有 有这个 路加医生 有 希拉 也有提多 很多 一些灵律 很多很多人 在他的书信里面 他都有提到这些人 那么 我们就看待在早期的教会 保罗在服侍主的时候 神也预备了这个团队 在他的周围 他要向团队负责 团队也一起支援他 支持他 他也安排这个团队的 某个人员 有的时候要到那边去 有的时候要到这边去 等等 有不同的任务 我们就从生意里面 不断地看到保罗 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他不是一个人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认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不是个人的 在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乃是 有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有我们的团契 有我们的教会 有我们的子体 都在我们的周围 我怕我们弟兄姊妹 能够看到这一点 以至于珍惜 上帝为你预备的 周围的弟兄姊妹 要为周围的弟兄姊妹 感谢上帝 因为这是上帝预备的 不是你挑的 也不是你选的 也不是你去找来的 是上帝为你安排的 所以你要珍惜 要非常的珍惜 当我们在看到保罗的时候 我怕你能够看到这一点 保罗非常爱他的团队 他的团队非常爱他 他们一起同心合一地 在侍奉主 我们要从他们的团队身上 不但看到他们的服侍 要看到他们的生命 今天我要从这个主题 来跟这位思想 题目是 瓦器里有宝贝 这个是在第七节里面 经文这样说 我们先来念好不好 第七节 来 我们有这宝贝 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再来念一次 我们有这宝贝 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这一群团队 包括保罗 他们能够在那个世代 在那样的环境当中 到处奔波来侍奉主 非常不容易 他们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甚至生命的代价 飘洋过海 到陌生的地方 来传扬福音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主的缘故 他们很知道 这是主的托付 但是他们在做的时候 保罗说 他能够常常的经历到 有一个宝贝 在他的里面 以至于 有很大的能力 有莫大的能力 能够从他的身上 在他服侍主的时候 能够彰显出来 他说不是出于我们 不是我们什么了不起 不是我们什么三成六倍 不是我比别人更好 而是出于神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保罗跟他的服侍团队 在我们读记的时候 我们不断看到 他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 真的是刚强壮胆 不怕困难 传扬基督的福音 保罗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他是将要将真理表明出来 他非常认真的 非常虔诚的 非常小心的 不行诡诈 不谬讲神的道理 要将真理表明出来 而且是在神的面前 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 他不但是凭所谓的良心做事情 他更是在上帝的面前 按良心做事情 这个良心 已经不是普通的良心了 因为是在上帝面前 被上帝所洁净过的良心 被上帝所更正过的良心 被上帝所拯救过的良心 是一个合神心意的 一个诚实的心 保罗是这样子的 很精准的 很严肃的 也很深入地告诉我们 他以这个态度 在传讲上帝的真理 实在是非常凶不起 这样的一群人 知道他们所传的真理 而且他们是真心真意地 在传真理 哎呀 这个团队真的太宝贵了 太难得了 这群团队 保罗也说 他们向神负责 负责到一个地步 他们传真理 精准到一个地步 肯定到一个地步 他们全一全一到一个地步 他可以很明确地说 假如有人不信 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 他们敢讲这么清楚 假如有人不信的话 绝对不是我们的缘故 因为我们该讲的 我们一定讲 我们不会隐瞒 我们也不会乱讲 我们不会打折扣 我们就是按照圣灵所给我们的 我们凭良心讲 他是这样坦诚的 这样子完全摆上了这种心态 在传福音 以至于他能够说 假如有人不信 责任不在我 哇 真的了不起 的确 我想我们在做基督徒 我们得救的传福音 做神的使者的时候 许多时候我们要传福音 许多时候我们愿意 把这个福音好好的 给我们的家人 给我们的朋友 给我们的同事 给我们的周围的人 有时候常常发现 我们自己知道的不够 我们自己整理的不清楚 我们自己讲的不清楚 常常我们自己在责备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要是谁在这就好了 要是别人在这 要是牧师在这就好了 我真的讲不清楚 但是保罗说不是 我是很真心真意的 我知道的 神所给我托付的 我都讲了 但即使是这样子 保罗说 还是会有不信的人 还是会有不听的人 其实啊 不要说保罗了 耶稣在的时候 我请问你 是不是耶稣讲道的时候 每个人听到的人都信了呢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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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神的儿子耶稣 就在讲道的时候 来传道的时候 来讲天国的时候 也不是听到的人都会信的 很多人听了 接受了 但是回去没两天 也都丢了 也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讲的那个杀种的比喻 就讲这些事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 的确 我们要我们所听到的 来负责 我们在传的时候 尽我们的力量 按照保罗这个原则 尽量努力地传 传得清楚 传得完整 传得没有任何虚伪 没有任何折扣 我们能够向上帝负责 但是你不要因为 有人不信 你就灰心了 有人不信 你就跌倒 有人不信了 你就气馁了 不要 不必这样子 可能今天不信 说不定哪天回去想一想 又信了 对不对 今天好像少数的种子 都没有动静 不要灰心 哪天可能就开花 结果就成长了 我们在神的面前 要有这样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 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不是说我讲了 大家都举手了 哇 我就很高兴 我自己都得到荣耀了 不要这样子 神有时候不让我们得到这样的荣耀 所以没有人可能在当时 让你看到 有人举手 有人表示 但是你不要灰心 好像保罗这样子 这个团队这样子 我们就忠心忠心传讲 但是相信神的道 不会突然 相信神的道 听的人 要为他自己负责任 不单是 听道的人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我们要为我们所听道的 负责任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 服务神的人 其实我们可以 很坦然的 我们基于我们的力量 但是我们不能够保证 听的人都会信 保罗这样子 耶稣是这样子 我们更是这样子 但是不要灰心 但也不要说我们就 不把我们该讲的整理清楚 我们还是要努力 还是要把我们所知道的 所领受到的整理清楚 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向神负责 我们没有亏欠 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是这样的一种努力 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 成为福音的使者 甚至到一个地步是 不管生死患难 都愿意为主摆上 就像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 刚刚我们念的第七节 你看第八节 经文怎么说 他说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只耶稣的生意 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换句话说 在保罗的团队服侍的过程当中 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很多很多的逼迫 很多很多的拦阻 许多的患难 他说 四面受敌 心里作难 又有逼迫 甚至被打倒了 这都是 他们所遇到的 经到事情 但他们却不惧怕 保罗说 他们向神负责 他们不惧怕 他们不惧怕 生死患难 因为他们相信 上帝 那荣耀 永远 是不改变的 这些患难 都是暂时的 这些逼迫 也都是暂时的 不管他们看起来 排山倒海 到底有多大 但到底还是暂时的 上帝仍然掌权 祂的荣耀 终有一天要彰显 亲爱的弟兄姊妹 基督徒的信念 基督徒所相信的 这位上帝 祂所托付我们的使命 祂所给我们 遇到的这些环境 弟兄姊妹 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做神人女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 也必须要有这样的准备 否则的话 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的肤浅 否则的话 我们的信仰 事实上是很有问题的 今天 我们 假如我问这个问题 信徒还会遇到患难 遇到苦楚 为什么我还要信 我不知道你传福音说 遇到人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有没有人问我这个 有没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基督徒还要受苦 基督徒还会生病 基督徒还会 可能有人不会讲过这么问 因为心里面自己在想 你说上帝这么伟大 神这么好 信了主之后 你们信徒还是会生病 你们还是会失败 你们还是会遇到困难 患难 疾病 那我为什么还要信 信跟不信 到底怎么差别 假如不信 会生病 信了也生病 那干嘛还要信呢 不信有患难 心里也有患难 那干嘛还要信呢 你为什么要信 有人信 是因为传统 我今天是基督徒 因为我的父母亲 都是基督徒 他们从小把我们带到教会 今天我为什么去拜佛 今天我为什么去烧香 因为我爸妈妈是这么做的 祖先都这么做的 我就跟着这样做 传统 我就跟着传统 信仰是传统的一部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种信仰 只是文化的传承 假如信仰只是在这个层面的话 一般你不会去思考 到底这个信仰是怎么来的 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信仰到底真实不真实 有的人信 是因为利害利益 有人相信基督徒 家里基督教 因为做了基督徒 别人会特别尊重你 觉得你这个人是基督徒 不错 可能提高你社会的地位 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觉得你是基督徒 别人对你另眼相看 有人信仰是因为利害利益的关系 因为你做了基督徒 从小的时候 这个到教会去什么 拿卡片 吃点心 拿礼物 你知道我们在台湾 早年宣教士 在我们台湾早年满克难艰苦的时候 还有很多国外的物资进来 还有发面粉的 还有发补给的 所以信主还有很多好处的 还有很多新衣服 国外的衣服来了 还可以分衣服 所以来信 因为有好处 假如信仰只是在这个层面上的话 你知道这是很可悲的 因为这种信仰是功利式的 一旦面粉发完了 你就不信了吗 一旦遇到逼迫了 一旦付上代价了 你就不信了 因为我是来得好处的 我是有目的的 信仰不能给我好处 给我帮助 给我目 给我利益 我干嘛要信啊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但事实上这种思考 这种思想 是一种消费者的思想 我来到神的面前 我是来得好处的 信仰不能给我好处 我就不信 这种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信仰 事实上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根本不把上帝放在眼里 说是说上帝 上帝是来帮助我的 上帝是来给我 给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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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灾难的 给我赐平安的 这个 做我死患的 说了说难听一点 变成这样子了 这种信仰 这种 信仰是非常非常肤浅 而且是完全是 跟圣经是不符合的 甚至我们说 我们信耶稣要得平安 我们若是为了得平安 来信耶稣 这也是很有问题的 今天早上我们在 我们在主日学班里面 我们也讨论的一点 这样在往有问题 事实上 你来信主 为了要得平安的话 那一旦 遇到困难了 遇到问题了 遇到不安了 那你是不是就不信了呢 因为你得 你神的儿女了 好像就应该是有平安了 就没有平安 你就怀疑你的信仰 什么叫做平安 你希望你有的平安是什么 平安无事 只要你好好读圣经的话 你就发现原来 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平安 不是平安无事 而是有事还有平安 平安不是在 在书里当中 平安是在患难里面 你有平安 这叫做圣经里面 所说的平安 是上帝要给你的平安 是这种平安 我们对我们的信仰 到底有多深刻的一些反省 跟整理 以至于我们好像是信了 事实上是大有问题 一直我们没搞清楚 我们在信什么 或者我们所信的是非常肤浅的 还是都为自己 自我为中心的 绕在自己这个天地里面的 根本没有把上帝放在眼里的 这种信仰 信徒有患难 那你要信不信 侍奉神 还会要走过忧谷 死亡的忧谷 哎呦 那这样的话 我们侍奉神还会碰到这么大的困难 生死都要 在生死线上 那万一我们失败怎么办 要我们跌倒怎么办 那我们侍奉神 不是就落空了吗 侍奉神会遇到这样的困难 那干嘛还要侍奉神 神在哪里呢 等等的问题都会产生出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把这些问题 敞开出来谈的时候 敞开出来思想的时候 我们谈了个从圣经里面看见 圣经里面早就给我们有答案了 早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了 其实侍奉神 就必定 必定会经过忧谷 经过各样的考验 各样的艰难 侍奉神 明明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 神还是会允许 有困难的来到 保罗说 我看见这里神的门为我大开了 同样一句话底下就说 但是反对的人也多 我们不要以为上帝要我们做的事 上帝要我们走的路 是顺利的 是没有困难的 是没有人反对的 是没有幽谷的 听我什么意思 正好相反 神允许患难 苦楚 考验 临到神的儿女 更临到那些 愿意侍奉神的人 不能上帝跟他的儿女作对 也不能上帝 故意为难这些神的仆人 而是我们真是要明白一件事情 真是要去示范一件事情 到底我为什么要信 到底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 到底我为什么要相信神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领受耶稣基督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到底我为什么要信 假如我们以这句问题 这个问题来看这段圣经的话 这段圣经给我们很明确 很明确的答案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信主前 信主后 我们都还是瓦齐 圣经说 我们有着宝贝 放在瓦齐里 我们人 是瓦齐 什么叫瓦齐 什么叫瓦齐 瓦齐好像稍微文了一点 什么叫瓦齐 什么叫瓦齐 摆在我们前面 这个主餐的杯盘 这个不是瓦齐 对不对 因为是金属做的 什么叫瓦齐呢 瓦做的 什么是瓦 什么是瓦 瓦就是泥土 对了 就陶土是土 我们是土做的 我们人都是土做的 我们都是瓦齐 上帝用尘土造了我们 我们是瓦齐 哎呀 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我每次想到这个瓦齐 想到我们都是尘土造了 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神 说他用他的形象来造我们 上帝用他的形象来造我们 可是他造的时候 他的用的东西 却是尘土 很幽默啊 你越想越是幽默啊 上帝真幽默啊 上帝用他的形象来造我们 可是用什么 用尘土 用土 来造一个神的形象的人出来 哎呀 有时候在想 上帝啊 既然你 我们这么高贵 这么荣耀 这么你的形象 为什么不用稍微好一点的材料 稍微好一点材料吧 哎 上帝就不是用高贵材料 上帝用最 最普通的 最低贱的 尘土 来造人 最近我们有几位 被主接回天假了 有年纪还很轻 我们这个 肉体 都是尘土造的 在我们安葬的时候 要说一句话 我们人既出于土 也要归于土 我们人是出于土 要归于土 人的外壳 人的肉体 不管多么健康 多么强壮 都是尘土 都要归于尘土 迟早问题 但是这不是人的全部 感谢上帝 人不是只有这些 人是上帝高贵的形象 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不得了 上帝的儿女 信主前 信主后 这个瓦器 都是瓦器 没有改变 改变是什么改变 什么都改变了 我请问你 什么改变了 信主前 信主后 都是瓦器 但是什么 但是什么 有了宝贝 信主前 信主后 你这个肉体 这个躯壳 这个人 没有变 都是瓦器 还会生病 周围朽坏 但是 一个最大 最大 最大的分别 就是 你的里头 有宝贝 你的瓦器 是有宝贝的瓦器 你的里面 有宝贝 有宝贝 因为有这个宝贝 保罗说 要显出 莫大的能力 是什么 出于神 不是出于 我们 若你明白 这个道理 你掌握这个原则 你就知道 你得救之后 你有这个宝贝 上帝要给你的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外面的环境 不见得会改变 外面可能 风雨 患难 苦楚 逼迫 都会来 而且可能 排山倒也都会来 但是对你来讲 你有宝贝 你有宝贝 这是最要紧的 上帝 给我们这个信仰 不是要让我们 活在一个 没有患难 没有事情的 一个世界里面 一个真空里面 不是的 如果你要来得的信仰 这个信仰 上帝说 不是 对不起 这不是我要给你的 我要给你的 是到你的里面 把一个宝贝 放在你的里面 这是上帝的作为 上帝不是要改变你的外面 你的外面 还有很多的患难 很多的痛苦 很多的灾难都在外面 但上帝是要把宝贝 放在你的里面 这就是大好的福音 这就是生命的福音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是要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基督的福音 就是要让你的里面 有上帝的宝贝 现在就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 看神所 给我们预备的 祂的作为 祂的这一切的话 你就能够恍然大悟 恍然大悟 所以反过来说 如果我今天问你 你得到这个宝贝没有 我反问你 你重生得救没有 这个问题 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根本问题 我不是问你有没有来聚会 我不是问你有没有奉献 我也不是问你有没有读圣经 我也不是问你有没有祷告 我不是问你 你的里面有没有宝贝 你确定你有宝贝吗 你确定你重生得救了吗 若你重生得救了 你的里面就有宝贝 这是圣经的应许 我再说一次 我不是问你有没有聚会 我不是问你有没有奉献 我也不是你有没有做什么好事 我也不是问你有没有读过圣经 或者有没有好好读圣经 或者好好地做奉献 这样的事情 外面的事情 我都不是问你这一件 我都问你一件事情 你知道你确定 你里面有宝贝吗 因为这就是上帝 猜他的儿子 耶稣来到世界上 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复活 升天 赐个我们这本圣经 很丰富的话语 这一切的一切 最根本的 说简单一点 说的最后 就是他要把一个宝贝 放在你的里面 你信主 有没有信主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你有没有得到这个宝贝 不是你受尽为受尽 但受尽很重要 我们进行会 非常强调受尽 但是受尽不等于你有宝贝 因为有没有宝贝 是你有没有重生得救 我是牧师 我们传道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你真正真正的 跟主的关系是如何 我们不断地要问你问题 我不断地要 要请你思想 但是你又没有思想 你有没有真正的 去回答这些问题 只有你跟上帝知道 但是今天我怕你 今天你一定要很清楚地知道 你是不是 重生得救了 你已经领受了 上帝的这个宝贝 因为若你有这个宝贝 你就不怕外面怎么样 即使世面受敌 你也不怕 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不致死亡 招逼迫 不被丢弃 打倒了 不致死亡 因为 有了这个宝贝 你要经历到的 上帝的大能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 你们自己 基于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很深刻地在这边有一个认定 我最近在预备我们安息礼拜的弟兄姊妹 这几个弟兄身上的时候 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件事情 因为我像惩罚的弟兄 他离开我们教会一段时间了 还好他在我们教会的年龄上面 留下了他当年告诉我们他怎么信主的 怎么得救的故事 1988年 他那个时候信主已经12年了 他写下了他的见证 留在我们的年龄里面 我们的天生弟兄 也在年龄里面留下他的见证 我们知道他的故事 过去在我们教会 很多已经离开世界 已经到主那里去的人 当中有一位姚荣辉弟兄 他跟在我脑海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他在他80岁的时候 80岁的时候 他特别知道 他要有一个80岁的 一个庆祝庆生的聚会 他的亲友都会聚集在一起 他在那之前 几个月就跑来找我 说徐牧师 我要用那个聚会 来做我得救的见证 我要让我的亲友知道 我是怎么信主的 怎么得救的 什么叫成为基督徒 我要告诉我的亲友 让他们往我的后代 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说太好了 我就请他把它见证写下来 整理出来 我来整理出来 还把它印成一个小的单章 印得漂漂亮亮的 他自己也念了很熟 然后呢 当天生日聚会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这个单章 分发给每一个他的亲友 他的兄弟 他的亲属 他说爱的 下一代 每个人都发一份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我也要记得吧 真的 他就这样很宝贵的 这么一位老人家 非常非常非常好 立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我也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 诸位 你得救的见证 若你从来没有写过的话 我要邀请你 我要要求你 我要强迫你 把你的见证写下来 不要长篇大论 三个段落 把你的见证写下来 我甚至要这样说 在十月份 今天九月十月份 十月份有四个礼拜三晚上 我准备召开一个 各位看得到吗 信仰实践工作坊 要特别做写得救见证的写作 四个晚上 七点到九点 只要你 愿意开始来写作 你也想说怎么写 你可以来 我们一起来写 但是写你的故事 把自己的故事 见证整理下来 写下来 不但是你要写下来 我也准备把你的东西收集下来 我怕我们教会能够出击见证集 不管要出几集 反正我就是要把你们的见证 都留下来 因为我觉得太重要了 太宝贵了 你们得救的故事 太要紧了 我也怕我们记得 这样一个整理的过程当中 你能够再次确定 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再次确定 你有宝贝在你的里面 如果你不确定 那你更是要 好好的来做的功课 来搞清楚 到底我得救没有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你也请你一个礼拜三 你也来 你要弄清楚 你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 只要你不能来 请你把见证传给我 我要把你收集起来 列入我们教会的档案 以后你走的时候 我也可以拿来 告诉你的下一代 告诉你的弟兄姊妹 告诉你的朋友 你的亲友 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决心要这样做 请你把你的见证写下来给我 不要太长 不要写一本书 就是得救的见证 不是什么其他见证 就是你怎么信主的 你怎么得救的 怎么改变的 告诉我们 所以基本上 就是这三个问题 大问题 第一个 为信主之前 我有什么信仰 对基督教有什么认识 我怎么开始 接触基督教的信仰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如何从不信 转变到信 我在什么时候 觉知信主 什么地方 觉知信主 我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受尽归主 这些东西 这些事情 我都要请你 把它很明确地写下来 从你的记忆里面 把它找出来 第三 信主之后 我的生命 有什么改变 我信主之后 我的生命 有什么改变 就这样子 我在后面 留了这个 这样大单子 眼睛不好的 你也可以看得到 这么大的单子 后面有几份 你们可以拿回去 作为你们写见证的 一个参考 若你 这个月开始来写 到了十月份的时候 你来参加 把你的稿子拿来 我们可以 把你的稿子 再整理整理 修整修整 若你中文打就打好了 没打好 我们帮你打 反正 就是要把你的见证 留下来就对了 反正就是要收紧 你的见证 把你真实的故事 把你重生 得救的经历 把你得到 宝贝的这个劝据 我盼望为你做个记录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不但是为了你的 安息礼拜 我会用 因为以后 你会遇到困难 你会遇到患难 你会遇到苦楚的时候 我盼望这样的见证 能够提醒你 你是一个有宝贝 在身上的人 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我盼望我们教会 每一个通过我们教会的 朋友 弟兄姊妹 都是有宝贝 在身上的人 瓦器 但是有宝贝的 瓦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恳求你 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都领受了你的宝贝 主啊 感谢你 你用你生命的代价 赐下这个宝贝给我们 主啊 我求你让我们 每一位 悔改 认罪 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让我们再次的为我们 所领受的宝贝 向你身上感谢 主啊 愿这宝贝 在我们的身上 显出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荣耀归于主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